哈喽大家好,我是桑果军 今天我们要讲的又是一部奇奇怪怪的沙雕漫改日剧 这部剧的原作漫画我就很喜欢 里面的男主一脸凶相又不是优雅 总是用最狠的表情做最可爱的饭 就连出门买个菜都能买得气势磅礴 如今他被改变成了真人版,还原度特别高 男主的演员几乎跟漫画里一模一样 就像是纸片人陈金了一样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部总是被叫错名字的日剧 《吉祖福道》 我们的男主阿龙曾经是一个著名的黑道烧当家 人颂称号不死之龙 内守着他以一滴百施炸风云 而且美学造语极高 还给自己闻了四分之三件龙纹毛衣 然而现在阿龙退出了帮会 穿上了小裙子 洗尽天华变成了一名称职的男妈妈 这太太和她刚好相反 阿龙太太不仅叠衣服的风格非常不拘腻 而且做饭的手法也别具一格 看看这黑漆漆的一坨面和宛如凶杀现场的围裙 你就不得不怀疑 他的做饭过程是不是其实是这样的 阿龙这么沉迷于家居生活 他之前帮会里的小跟班就不乐意了 有天小跟班走在街上 突然间就遇到了正在买菜的阿龙 阿龙这菜买的就跟收保护费一样 小跟班一看就追了过去 他说大哥你这是干啥呢 咱们帮会都要凉了 你到这回来管管呀 但是阿龙就不 他非常隐造爱现在全职老公的生活 于是他不仅拒绝了回归黑道的请求 还把小跟班带去了一个厨艺培训班 让小跟班也体会了一下做家 没想到小跟班被阿龙教训了一顿之后 非但没能放下秃刀洗手做饭 反而更加叛逆 他也想像阿龙一样 孤身一人单挑对家 于是他就单将匹马的过去挑衅 最后被人家打成重伤入院 阿龙一看 这没我也不行啊 他就只好冲出江湖 最后阿龙用非常黑道 非常承认 非常直白的方式 跟对家和解了 然而有时候你不来找事 事也会来找你 阿龙好不容易平息的分波 当地另外一个知名黑道的选手阿虎 就被放了出来 我们的阿龙和阿虎 被称极道双臂 他们两个就像是世界里两个相似的自己 阿虎也是一个单挑好手 曾经一战成名 人称刚拳之虎 他们就连身美品味都差不多 阿虎也给自己纹了四分之三个虎纹背心 而且他出去之后 开了个可丽饼小摊 可能也隐藏着做家庭主妇的能力 像这样一对必然 往往不是在一起 也就是死对头 而阿龙已经结婚了 所以他们两个人 他们两个本来打算把甜品拍下来 发到网上看谁的赞多就算谁赢 结果由于两个人太糊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都只有一个赞 他们就勉为其难的打成了平手 过了几天 阿龙去健身房减肥 他练得特别的认真 还按照教练的要求 摆出了非常甜美的ending pose 没想到接下来 就在他上瑜伽课的时候 在一个没有心性的夜晚 阿龙再一次遇上了阿虎 他俩在课上又开始较劲 后 阿龙照例跟当地的主妇们 在甜品店里聚会 看见完全融入了主妇的圈子 看起来毫无违和感 阿龙是快乐了 然而他之前的邦慧 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由于顶梁柱阿龙不在了 所以邦慧直接原地解散了 邦慧大佬身无分文四方 就连四方钱都被老婆搜挖走了 邦慧大姐也失去了往日的威愤 不得不去超市打零工 不过在阿龙的帮助下 大姐和当地主妇们 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 就连小跟班也突如其来的 找到了爱情 阿龙似乎还是那个 特别靠谱的不死之龙 以上呢 就是吉主妇到前两集的内容 这个剧整体上挺轻松可笑的 不过也有着杀妖制剧 一贯一劲一炸的通病 而且剪辑特别鬼畜 有些地方 你甚至觉得他们是 跨国高薪聘请了 西游记后传的剪辑师 另外我还想一下 虽然这种黑道大佬回归家庭 成为吉道主妇的剧情 很有看头 不过这个夫妻要是给你 你敢不敢要啊 何人也不敢要啊